79、中國證券報 藍籌業績欠佳加息步伐以近美股佔遣皮太基構看淡前景 2015年7月27日海外財經A09楊博本部記者楊博受 通融等藍籌公司業績欠佳影響 美股上週大幅收低,導致全州下跌2.9% 創今年1月以來最大單州跌幅,標普500指數下跌2.2% 納指下跌2.3% 均為3月底以來最大週到跌幅 龍頭股業績筆佳上週美股市場下或主要受 多家龍頭公司業績筆佳的打壓 無論是新興的企、生物科技,還是傳統的工業 製造業板塊均未幸免 ,微軟和藍色巨人 業績均不及預期 微軟上季收入同比下滑5%至22億美元 正虧損為31.95億美元 創下了該公司歷史上單季虧損最高紀錄 這主要是受到諾基亞手機業務Modley 以及Windows操作系統需求疲遠的影響 藍色巨人 上季營收從去年同期的240.5億美元降至208.1億美元 連續第13個季度出現收入下滑 淨利潤同比下滑17%至34.5億美元 兩家公司股價上週分別下跌2%和7% 美國生物技術巨頭伯見白鑽在《最新財報》中表示 受其下多發性硬化正藥品TechFedra銷售萎縮的影響 將今年全年最後每股收益從此前預期的15.45至15.85美元 下調至14.25至14.7美元 全年營收增速也從此前預期的14%至16%大幅下調至6%至8% 該公司股價上週五大跌22% 上週累計跌幅26% 機械設備製造巨頭卡特比勒二貴度正利潤下滑近30%至7.1億美元 營收下降13%至123億美元均不及預期 卡特比勒還將全年的營收預期從原來的500億美元下調至490億美元 上週改公司股價大跌7% 塔橋諮詢公司總裁奧格認為 市場正與全球經濟增長出現的變化交經 最新企業財報顯示中國市場增速下滑 商品需求不增 此時的收入主要來自中國市場的原材料和工業企業遭受衝擊 美利堅銀行私人客戶部門主管貝利認為 企業業值起優參半、投資者對美國和其他市場經濟增長的擔憂加劇 即便第二季度美國企業整體盈利實現症增長 也將非常疲弱,且收入增速很難上升 機構建議低配美股貝萊德旗下貝萊德智庫日前發布2015年年年中投資展望報告表示 整體而現目前股票的股值較債券合理,但要提防股值偏高的美股 特別是在美聯儲加息之前,貝萊德首席投資策略師孔瑞斯表示 利率上調的影響將不利於波幅較低的美國高息股 如供用事業、房地產投資信託及必需消費類股 相反,由於貸款增長有望跟隨利率上升 銀行股在加息環境下將會受惠 相比於美股,貝萊德更看好歐洲和日本市場 表示雖然歐洲股市的股值已不再相移 但盈利預測終於開始回升 日本市場方面,入圓約勢將可帶動盈利預測 而股息上升及回購股份活動增加也可為日股提供額外支持 高成在下半年的投資展望報告中認為 美國宏觀經濟向好 預計美聯儲將於今年12月進行時隔10年的首次加息 歷史統計顯示 在此前三次首次加息1994年2月、1999年6月和2004年6月後 標普500指數市盈率在隨後3個月均出現下滑 但通常會在首次加息後的12個月級投資者帶來證回報 高成分析師指出 從歷史上看 在美聯儲加息後的12月內 非美國股市的表現要好於美股 由於高股值導致潛在收益受限 建議在未來12個月外低配美國股市、超配歐洲和日本股市 清聰傲的課程